绍兰神的教练 主持人的教练 主持人的教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一天的早晨 愿神的话语如同全員甘露 滋润您我的心 我们今天灵修的进度 在《使徒行传》第25章 这一章延续二十四章 保罗因为罗马巡抚菲蒂斯 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虽然没有把保罗定罪 但仍然把他留在监狱里 等到接任的巡抚 菲斯都一上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就向他控告保罗 想尽办法要杀害他 罗马帝国虽然有法律条例 有审判的程序 但菲利斯与菲斯都 这两位巡抚 都把讨犹太人的欢喜 当作第一要务 来做 在这一章的第五节中 菲斯都邀请有权势的犹太人 与他同行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 来迫害保罗 在第九节中 又勉强保罗前往伊路撒冷 来接受审判 这位巡抚非常清楚 保罗并没有做任何的恶事 更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没有确实可以 证明王上的事情 但他依然为了要讨好所统治的犹太民众 为了要稳固自己的统治 而将保罗积压在牢中 这些事情虽然离现在已经很久了 但是直到如今 在地上的国这些事还是一再地重复上演 人们都一直想要建立一套完美的典章制度 希望能够借此活在公义的国度当中 但依靠了自己 虽然人们建立了制度 但人们却依然常常凭借自己的心去论诞人 去定人的罪 这几位巡抚虽然都应该遵循罗马的制度 也清楚保罗并没有罪 但他们的作为却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 他们为着想要讨好众人 也为着想要借自己的作为来统治百姓 一步一步做出自己不知道的可怕的事情 在第十九节中描述 罗马巡抚认为保罗与犹太人之间 不过只是在辩论几件小事情而已 那就是进鬼的事 以及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玄辅不知道这事是何等的大事 当然这事不是人所能就问明了的 但生命是否有盼望 奥秘就在这事当中 而保罗知道这奥秘 在患难中仍然能稳稳站立 感谢主 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一早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 所做的都是出于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不要像这些犹太人 或是罗马巡抚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主啊不管环境如何 求你兼顾我们 像我们宝宝一样站在坚固的磐石上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